現在要跟各位介紹一個磁域學說 意思就是這個東西裡面 就是有好多好多的小小的磁鐵在排著 這個磁域學說以現在的電磁學的觀念來看是錯的 是不夠正確的 是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不管 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國中生解決我國中生會碰到的狀況 OK 左邊這張圖每一個小支點到處亂排 因此N級跟S級互相抵消 所以你看不出有磁性 看不出有磁性 右邊那張圖大家排列很整齊 那右邊都是藍藍的我們說是N級 左邊都是紅紅的我們就說它是S級 所以它就會有明顯的N級跟S級 那用這樣的一個磁域學說 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會有磁級 因為右邊都是藍藍嘛 左邊都是紅紅 所以它就有明顯的N級跟S級 那中間呢就要抵掉 所以中性區 所以中間沒有什麼磁力 所以這個排列整齊的結果 幫我解釋了為什麼會有磁級 然後也可以解釋磁化 左邊這個叫亂七八糟排 磁力就抵消消失沒有磁性 我拿一個外加的磁鐵過來 它會同名級相似 一名級相吸 就會使得我左邊的亂七八糟 順著我的磁力 同名級相似 一名相吸去排好 排好就變成有磁力了 所以它可以幫我解釋為什麼會被磁化 它可以解釋為什麼會沒有磁單級 因為你怎麼切什麼 哥都是有一個藍藍一個紅紅 切得再小都是藍藍跟紅紅 所以就沒有磁單級 沒有磁單級 每一個都有N級跟S級 而且我還可以知道 如果是加熱或者是亂打 打它敲它 加熱就是這裡面的小分子 都會開始到處亂動 到處亂轉 到處亂排 那本來是排得好好的 有磁力 一加熱就開始亂轉亂排 就變成像左邊這樣 排得慢開始亂七八糟 就抵消了 就沒有磁力 所以我們就知道 如果對磁鐵加熱 或者是打它敲它 破壞它的排列 它就磁性就會消失 像這個影片上所顯示的 影片上的剛開始是顯示了磁化 後面顯示的就是加熱之後 磁力就會消失 十點放後腔會被磁化 所以就可以吸鐵音 然後再加熱 磁力就會消失 就掉下來 這個加熱磁力會消失 是有人考過的 加熱磁力會消失 是有人考過的 OK 所以我們就介紹一個磁力學說 雖然在現實生活裡 它是有問題的 不完全正確的 但它可以幫助國中生 理解我們所教的一些內容 OK嗎 OK